前五号部长现任赖销竞选总部国政召集人郑力军 以立法委员林楚英接棒陪同民进党金融立委候选人曾文廷进行车队扫揭 呼吁金融顺民让女力护国 针对元旦当天不但中共军机持续老台 甚至在金融西北方还出现空飘气球横跃上空 曾文廷表示这很明显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企图影响台湾大选 他十七点放在副总统的电视这个辩论之后 那就马上的来进行这个空飘气球 那过去我们知道 中国他一直用空飘气球来进行统战 现在呢他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有能力来侵犯台湾 他有能力来飞越台湾的一个领空 这个行为非常明显的就是要在恫吓台湾的民众 我想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会被台湾人民所接受的 因此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壮大自己 敌人才不会来欺负我们 林楚音与郑立军也同声谴责这种文攻武贺的做法 呼吁就用市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中国不变的就是对于台湾的文攻跟武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辩论会一结束 那么马上不只是国台办发新闻稿 现在是连空泡气球也都穿越了北台湾 这就是标准的文攻武贺的两面手法 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辩论会当中 国民党还不断的睁眼说瞎话 奉合中国的说法 包括这一路以来 其实都是中国造成了全世界的威胁 1月13号的选举全世界都在看 那国际都认为这是亚洲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那对台湾人也是我们所有台湾人最关键的一场选择 那中国的威胁在这几年越来的越升高 以不同许多的方式介入选举 然后文攻武贺来恫吓台湾人 但是我想这几年在蔡总统跟民党政府的努力底下 台湾走向世界 世界已经上架台湾 我们经济进步 有更多的社会照顾 台湾走自己的路 所以1月13号我们有信心 台湾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让台湾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问题也宣布近期将成立抓回特工队 希望落实干净选丰 不让汇选行为影响基隆未来发展 呼吁金融市民一起来帮忙打击汇选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